Youtube的兄弟,大家好 繼續多謝Patreon兄弟 可以令到我在Youtube那裡一直都幫到一班學生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畫面的QR Code 數一數據可以看漢球帝斯 欣賞一些詳細的數據分析、評論 無論是熱門、藍門賽事都有齊了 終於都做完所有的賽後評論 可以進入轉會評論 做完轉會評論之後 也會再做一次英超前陸的排名預測 大家可以放心 今天我就選了先講阿仙奴的轉會評論 因為關於阿仙奴轉會的新聞就不算很多 我可以看完剛剛那場英格蘭對比利時的歐國聯賽事之後 都還有些時間去做資料搜集 可以今天消化 今天就出了這條片 稍後我就嘗試盡量錄上歐國聯賽後評和微觀星和同報給大家 說到阿仙奴又有好消息 雖然這個好消息是比較舊一些 不過我還沒跟大家說的 都需要跟大家交代的 就是隊長奧巴美爺續約了 之前很多的報道都說阿迪達就是奧巴美爺續約的最大原因 後來奧巴美爺接受訪問也承認了這個事實 奧巴美爺就說阿迪達不停主動跟他聯絡 不停私底下談了很多辦法 不停去解釋新的戰術 最終就說服他了 簡單來說 籌織是以前愛美麗的戰術 就說服不到奧巴美爺 阿迪達一說一出聲 奧巴美爺就發現這些新的戰術 這麼有效的戰術真的要玩一下 那就續約了 所以就說有時候就不只是講錢 球員在球場上踢得自不自在 開不開心 發不發揮到都很關鍵 我相信阿迪達就是能夠令到奧巴美爺回心轉意 這件事真是好說服到阿仙奧的管理層 我之前都跟大家報道過 阿迪達是不停用電話攻勢四出遊說 結果是吸引了很多球員加盟阿仙奧 也就是說了 阿仙奧早就已經將參與轉會的權力賦予給阿迪達 阿仙奧的新任總監 在9月11日的時候也都說了 將會將阿迪達由教練的職限 提升到經理級 由Coach變成Manager 將更大的權力賦予給他 絕對合理 權力當然是有能者居知 事實上兩年前阿迪達有機會成為阿仙奧教練的時候 阿迪達就是向阿仙奧董事局表示 要求有轉會的權力才做阿仙奧教練 當時阿仙奧董事局拒絕了阿迪達的要求 這樣就聘請了不要求有轉會權力的愛美麗 浪費了兩年時間 阿仙奧董事局今天都終於知道錯了 這樣也好,起碼會改 現在就比阿迪達掌握權力 阿仙奧的未來一片光明 今個暑假的轉會槍 在阿迪達的帶領下拿到很高分數 阿迪達的電話吸引了 維尼安、斯巴盧斯、加比爾 而最後關頭也成功簽入 湯瑪士 唯一有一點反對聲音 就是放走了上一季表現得非常好的 守門員馬天尼斯 不過阿迪達也表示過 馬天尼斯的離開都是為他好 馬天尼斯其實自己一直都希望 可以坐穩球會的正選地位 可惜阿仙奧有另一個守門員 蘭盧的實力也是不俗 兩個的水平真的不相伯仲 非常相近 誰做後備其實對誰都是不公平的 一山不能藏二虎 有些難聽 各自放開對方一馬就好聽些了 各自分開效力不同的球隊 大家互相打正選 大家都有進步機會 那就不要互相浪費時間 怎麼都是隨便走一個就比較好 剛巧阿士東維拉就送上一份不錯的報價 二千萬英鎊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 所以在這個理由底下 就已經超越了討論是否應該要放走 清分產品的話題 我不會因為這件事 而扣阿仙奴今個轉會操作的分數 加上他們都買了需要買的中場球員 十分來講 十分滿分來講 我想給九分 為什麼會扣一分 相信就是放走了他們的吉祥物 這件事都可以說一下 這件事就是被奧斯爾有機可乘 可以向球會反擊 同一時間奧斯爾就建立一些形象 奧斯爾就說 他會聘請吉祥物 回到油場球場做事 擺明就是剃這個球會眼眉 阿仙奴今次的公關 就真的一般 至於你叫我 如果我評價奧斯爾現階段的情況 我就只可以說現階段 這個阿迪達變形系統 的而且確就不是說很對 奧斯爾打正選 現在防守的時候 三中堅3-4-3 進攻的時候 納克變形4-3-3 所以兩個中場中 都必須能夠打到防守中場 才可以配合到這一套的變形方法 即是說你進攻都好 但你同樣要有防守能力 你攻守要平均 要平衡 這樣就很難容納一個傳統的主角球員 奧斯爾 奧斯爾防守的時候 他真的不是一個中場中 他一定要兩個防守中場 鬥著他 所以他在變形底下 他就不適合下去打中場中 我就不會說奧斯爾拒絕上陣 或者奧斯爾堵 事實上戰術不適合他 以前艾美麗的戰術不適合 都要強行用奧斯爾打到三中堅 體系裡那裡害死了他 害死了大家 阿迪達當然不會被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唯有不用奧斯爾 你也可以發現 阿迪達是希望收購到的中場球員 都是以攻守平衡為主 去配合他的變形系統 上個月我們一直追著阿仙奧的轉會新聞 不停都會和李昂的隊長 艾奧亞 扯上慣 這個球員正正是那種 攻守平穩的球員 他不是傳統的主角 他可以打到六號位 八號位 同一時間都可以衝上禁區 等於有時做一下主角 這種球員就適合阿迪達的變形系統 你會發現艾奧亞的類型和斯巴路斯極度相似 解釋完了 阿迪達真的 他始終知道斯巴路斯的心 依然在巴拿貝球場 所以他就是想找艾奧亞來取代他先 阿仙奧如果得到艾奧亞的話 中場的掌控力、控球權、控制節奏能力 甚至創造力都會加強 其實阿仙奧的技術總監伊道 是跟李昂的技術總監為老友來的 經常都會互通電話 今次阿仙奧都是想用電話攻勢的 李昂的主席就是奧拉斯 也都親自承認了 阿仙奧是曾經報價的 報道就說3,120萬英鎊 不過李昂的主席就說 今次這個報價就不夠大膽 他希望得到5,450萬英鎊 也就是說不接受剛剛的報價 拒絕了 也不接受用根道斯交換 過了個禮拜之後 李昂的主席就說阿仙奧似乎不夠錢 今天艾奧亞會留下 下一季李昂就不能夠參加歐聯 艾奧亞傾向想轉會 但可惜5,450萬英鎊 這個年頭來講 是有點貴的 所以阿仙奧都要把握時間 立刻就轉軚了 轉會槍關閉之前壓扫 成功激活毀約金 4,500萬英鎊收購 馬體會的湯馬士 價錢就比艾奧亞便宜了1,000萬英鎊 這樣都合理的 馬體會也都宣佈 成功租借了阿仙奴的中場球員 烏拉圭球員 托雷拉一季 不過我就不認為這兩單的交易 是牽涉著球員交換的協議 因為湯馬士是被擊活毀約金 所以根本不需要牽涉任何的球員交換 我相信是一個巧合來的 托雷拉是這麼巧合的 選擇回馬體會 可能你又會問 托雷拉也算是一個 攻守平穩平衡的球員 為甚麼阿迪達不用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 在戰術層面上 我也無法回答 因為我也覺得對用 真的不知為何不用 但是阿迪達就不像是一個不懂用人的教練 他都知人善任 所以我的判斷就是 應該是跟球場以外的原因有關 通常這些可能是球員不適應英格蘭生活 或者球員的家人想離開這個國家 這裡我就不作出甚麼是估計 因為估計不到 我就跟大家講些事實 阿仙奴這次轉回槍的淨支出超過了6800萬歐元 這個年頭來講很不錯 阿仙奴之前的收購很多都是分期付款 這次一筆過給委約金激活 肯定是因為相信阿迪達這個教練 所以高安基這個家族才肯拿錢出來 立刻是來了一個債務重組 再融資釋放部分的現金 再提取資金去收購這個加納國腳 所以你就說有個好的教練 差多遠 董事局都鬆手一點 說起委約金 馬體會原來近一年 已經有4個球員被擊活委約金而離開了 包括8000萬歐元的盧卡斯 湘南迪斯去霸人 7000萬歐元的洛迪去曼城 1.2億的基沙文去巴塞 以及4500萬英鎊的湯馬士轉回阿仙奴 有人說馬體會很可憐 不停被人搶走球員 我也承認 以上所說的4個球員的委約金 都比普遍西甲球會的委約金為低一點 但是你又看回頭 不停受到傷患困擾的 盧卡斯、湘南迪斯 你說現在值不值8000萬歐元 這個洛迪在曼城的表現 現在值不值7000萬歐元 基沙文在巴塞的表現 又值不值1.2億歐元 坦白說 這三宗交易對於馬體會來說是有賺的 即是那個委約金雖然是比較低一點 但是他吸引了別人去激活了他之後 發現激活了之後是比貴了 這個湯馬士4500萬英鎊 其實都是有點低的 但是27歲的他 是開始近年有一點點走下坡 都不可以說這次馬體會很可憐 不過我也不是說阿仙奴做了水雨 湯馬士現階段的能力 都可以大大提升到阿仙奴中場的水準 這個湯馬士最大的功能是防守 可以做完後防線前面的穩固屏障 很硬正對抗性很厲害的這個球員 那阿仙奴現在有沒有這類型的球員 肯定是沒有的 這個夏卡和斯巴路斯一起打正選的話 那個中場的防守力其實是很弱的 這個夏卡是完全做不到這個後防線前面的屏障 他的防守意識是很薄弱的 這個艾難尼比較好 但艾難尼的組織能力遠遠不及湯馬士 湯馬士也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除了防守好堅之外 他還是有一個不錯的傳送能力 組織的時候他可以做派牌型防守中場 也可以做box to box 甚至插入禁區入球 近年他入球的能力是進步了些 一個可塑性這麼高的中場球員 就適合阿迪特的變形系統 面對中下優分子的時候 面對密集的時候 湯馬士就直接變成派牌型防守中場 那麼夏卡就可以坐後備 完全解決了防守的問題 同一時間他就派牌 令到斯巴路斯在前面做創作 打大戰呢 打大戰就可以用他加上夏卡一起打兩個防守中場 那麼湯馬士就有時可以box to box 也就是說湯馬士是怎樣放都適合用的 你4500萬英鎊 就算了 去到下一季如果可以再買李昂隊長的話 那麼這個阿仙奴的中場實力 就是具備歐聯的水平 也就是說現階段阿仙奴的實力 也都是很貼近歐聯的水平 我是看好湯馬士這一單交易 是可以幫到阿仙奴的 那麼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畫面的QR Code 數一數 去看球第四 留意一些詳盡的數據分析 熱門賽事、冷門賽事都會有提供的 而如果你再有時間的話 你也可以欣賞一下Youtube的廣告 不過現在Youtube的廣告收入 就真的低到離譜了 所以大家最好都是加入Patreon 就是對於小弟的實質性的幫助 我其實不單止幫到小弟 也可以幫到一班學生 讓我可以繼續在Youtube那裡 免費出到片 是有一個對於學生的照顧的 其實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可以看完 Youtube的所有節目不用看廣告 也有片尾彩蛋 以及已經有獨家的預測節目 7元美金的話 也會有專屬直播可以參與 9元美金的話 也會有微觀昇華同步 這些是學生優惠 如果你沒有Credit Card的話 你可以在手機上高 裝Tech&Go的程式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Credit Card用 去加Patreon 這條片的片尾彩蛋 就講一下阿仙奴得到收購之後 長遠來說 會去到什麼水準 多謝各位的支持 拜拜